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了所有考验,来到了佛祖的地盘,在顺利完成交接工作之后,他们几人就开开心心地拿着这来之不易的经书,踏上了返程的旅途。 为了让他们按时将经书送到,西天还启动了加速模式,派出八大金刚,用空中顺风车,将他们往东土送。 这时,观音同志召集取经考察队,拿出账本一难一难的算,结果算出只有九九八十难。 观音说,九九才归真,他们还差一难,当即叫人追赶上八大金刚,让他们空中往下丢人。 八大金刚一听,马上踩住刹车,走米,将唐僧团队往下一扔,掉转身子就走人。 取经团队狼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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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狼� 清洗洗地爬到了老袁的杯上,眼看到了河中央,他们几人正心情舒畅地欣赏着沿途的风景,这是老袁慢慢地扭过头来,冲着老唐同志说道,长老,不知我上次托你问的事情怎么样了。 原来,在取经小队第一次渡通天河之时,老袁就曾拜托老唐完成任务之后,顺便问一问,如来自己何时的人生还有多少年的寿命? 谁知,老唐到西天后,却因为假经书事件,一时气昏了头,就忘了给老乌龟问问题。 这老袁一看唐方脸红脖子粗,吱吱呜呜说不出话,就知道他定是没有完成自己交代的事儿,于是十分生气,来不及听老唐解释,就将他们连人带行李给掀到了河里。 展开全文,那么老唐没有遵守诺言,仅仅是忘记了吗?如果说他记,性不好,那取经的事为何记得这么清楚呢? 所以,还是他重不重视,想不想问的问题。要知道,这通天河由来已久,而且连着的还是观音的腰池。 当年,观音的爱宠李渔,就是通过这条路才偷偷下界的,可见,这老原定是与观音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。 他为何不论观音,或者托观音温竹来,偏偏问一个过路的取经人? 人们常说,天机不可泄露,泄露了就会受到惩罚。 唐僧在凌云渡脱壳成佛后,金蝉子的记忆又回来了,他不可能不知道灵山的规矩,不该问的,不问。 就算他问了,如来也未必会说。因此,唐僧并非只是忘了这么简单,而是下意识里,就不想给他问。 而从老原这边来说,唐僧已经成佛,重新回到了师父如来身边。 作为新鬼,别人巴结还来不及呢? 他倒好,仅仅是一句忘了问问题,就把人家全部先进河里,还把部分经书打尸扯烂了,灵山肯定会说他修行不够。 因此,他本该活一万年的,经过这桩事件,说不定只能活五千年。 前往蜗牛看西游公众号,可看到相关文章,灵感大王吃童女童男,为何非陈家庄新生的不齿?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